因为我们在非洲做宣教士 我们全家在非洲十年 我们除了我跟黄牧师 都是神学院里的老师 我们也是要教导我们的学生 他们有些在他们为信主之前 有的节庆的方式 就是他们有他们节庆的方式 敬拜他们原来的独一的神 那个神都有一个名字 那怎么样如何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能够将那个节庆变成 庆祝耶稣基督的一个方式 这就是我们宣教士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所以我们随时都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可以用我们基督教的真理 跟意义能够替代他们原先信仰 所敬拜的另一个方式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 非洲就是成年礼 男孩女孩都会有成年礼 那成年礼有我们叫做Tribal Challenge 在我们去之前 他们就是我们有宣教士去传扬福音之前 他们那个成年礼就是喝酒 然后之后他们就喝酒 然后男人就可以去找不同的女人 就是任何女人他们看上了 他们成年了嘛 甚至马赛部落里 他们的战士叫Moran 就是战士他任何早上 任何一个女孩子的 女孩子都不可以说不 所以这样子原来他们是这样的文化 可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进去以后 我们不改变他们这种有成年礼 我们不能说马上就说 你这个成年礼是一个很道德腐败的 我们保留他的成年礼 可是我们把我们基督教 什么叫做一个成年 就是要负有责任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一个大人 赋予新的意义这样 对我们赋予他新的意义 然后你对你的家庭要如何 你对你的太太 你对姐妹要如何 在他们那种没有dominated culture 就是男人统治的社会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成年男人 你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对社会上有什么责任 所以我们赋予他 我们把基督的一个信仰上的意义 跟价值观带入他们原先 部落里面一些定住的方式 赋予他新的意义跟角色 所以才能改变他们原来的一个方式 대째的女人 接近 再见 我开始 姐妹 ions consegu 感谢观看